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雨量预计什么 雨量预计当然北部还是稍微可能比较下多一点 大概在50个毫米到100毫米左右 但是在南部可能只是一些小雨的情况 目前的掌握是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要做气象预报 现在做气象预报 不过这个资料已经在 我只想告诉你 其实依照气象法的规定 就是说你也知道 昨天这个南投的这个王老师 王老师他所做的 他在网路上 以及这个媒体面前 所做的这个地震预报 你觉得有没有违反气象法 当然王先生这件事情是违反气象法的 那气象局做了什么样的处置 没有 我们从4月21号开始 就按照气象法的规定来处理王老师 怎么处理的 首先我们就说 第一个我们要求在网站上的 这个部落格上面的文章 要求网路平台把它立即下架 移除 移除 他也在下午的时候就移除了 嗯 接着然后就 你能不能警告他呢 这个 你能不能警告他 其实通知改善 已经算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行为 是 那么接着下来就是 王老师 王先生这件事情 他本人的这件事情 我们从27号开始就一直 去希望去取得 王先生的 的真实姓名 还有他的身份 还有他自己所在地 因为根据行政法 我们要记到 记警告书必须要这些资料 就让他弄不到 到5月初以后 我们拿到这些资料以后 我们已经寄送了 警告书给他 啊 然后呢 你们问 你们去的时候 我们配合协同地方的警力 过去 司法警察过去 因为我知道 金项局没有司法警察权 没有 没有 我们是用 你可不 你为什么会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你们自己人 正名点主任 他只不过在脸书上 post一个令人不安的 这个暴雨 后你们就警告的 不得了了 然后他就自己要 要说起来说 啊 他不是想 可是呢 那对媒体的气象报告 你们也是 三零五三 绝对不能超出你们中央气象局的这个预测 要以你们为准 那不然怕会影响这个社会视听的 而且是雷利风行 对自己人也是这样 对媒体也是这样 可是对王老师 你们却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有没有这回事 抱抱 绝对没有这样一回事 首先我讲一下 你怎么会让这样的情形 延续到直到昨天 十点四十二分 直到昨天下午两点 事情让这个时间自己解决 好像这样局都没在做什么事情 从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就按照气象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在媒体上的 因为他这个现象还持续延续 他还持续讲啊 他并没有持续讲 我想大家可以去看看 甚至电视上 或是在任何的一个记载上 他从五月初就已经是 不再讲这件事情了 不再讲这件事情 收到你们警告书之后 收到你们警告书之后 我们是五月二号去送的警告书 可是他还在持续讲说 这个我已经该讲过讲过了 意思还是在媒体面前 有暗示遇事这个现象 我想这可能会有一些 就我们执行法上 你们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向 更坚决的态度 能够像你们自己对 这些媒体也好 对自己的政主任 很立即的这个方式 而且要求他 不得再做任何发言 可是他这个现在一直在持续啊 只是他把这个东西 从他的网路上的脸书 或是他的这个部落格移除而已 是 只是这样 而且我们也送了警告书给王先生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做法太消极了 如果这个事情 你没有什么处置 像你有没有办法保证 将来不会有第二个王老师 李老师 陈老师 邢老师 不会 我想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我们并并没有办法完全禁止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总觉得啦 就是说 或者你觉得 计算法对你们这样的时候 有一些有些灾难的预言 会造成社会恐慌的 不安的 你站不站成用一个比较严峻的刑法 这个行为法也好 或者说行政法也好 或者比较 这个让你们有一个对这类的 有立即危险 会有立即的 这个造成社会上恐慌的行为 有一个比较更有效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律规定 其实现在的法律规定 已经是蛮周全了 已经蛮周全 就是你们执法不利了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对社会上已经造成很大的不安 所以我说这些事情 有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法不完备 一个是执行不利 那还是哪一个 我觉得 不应该这样去说它 就是说 气象法的部分 气象局来执行 依法行政 但是 这个事情所引起的社会 有一个社会 持续法的这个问题 单头地检署 也在调查这件事情 也在进行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法的层面 其实 如果这个社会上没有认定 或者认为说 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轻轻的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 那这样一定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出现 然后如果我们 主管机关的态度 只是这样子 反正我们该做的时候 我们记得警告书了 我们其他疑处了 其他不关我事 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坦白讲 我们觉得 事实上也不够积极 顺便问一下 这个 局长你觉得 个人觉得 他的这样的评论 有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还是你觉得 他是一个宗教上的问题 这些从头到尾 当他讲了他的议言的时候 我们就不认为 他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而且从我自己本身的 专业素养来讲 他也是完全是 我曾经给他一个说法 就是他是天方怪谈 天方略谈 天方怪谈 对 我是讲是怪谈 这个根本是 跟科学完全是 我这么说吧 希望气象局 对于这样的情形 要有更坚决的态度 那如果日后 有类似的情形发生 我不希望只是看到 你们是 好 去找了半天 你从四月到 找到五月二号 才找到他的名字 找到名字 还记个警告书 就了事了 我觉得这样子 是太消极了 你们下次碰到类似 我们希望不要有下次 那如果真的有类似的情形 你们可不可以用 更积极的态度 你既然说法令 已经很完备了 是 好不好 好 谢谢 接下来请 沈署长 好 我们现在请沈署长 署长你好 请问一下 这个既然将来 在未来的 这个环支部里头 我们还是要负责 所有的 这个供水用水的 是经济 经济部把这一部分的 业务都移除 这移拨到这边来了 您觉得 现在的水库的淤积 尤其现在水库干涸见底 现在的水库淤积 要怎么清最有效 这边很专业 我师父要请水利署 来帮忙说明 请吴副署长 委员好 请说 台湾的水库 目前因为在九二日地震之后 吐沙的危害比较严重 所以其实未来整个要多管齐下 我想最要紧的是上游的积水区的保育跟整个治理的工作管理要做好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水库要增加它的排沙的功能 不管是增加排沙道的功能 或者是烧道排沙的设计 您估计主要台湾这几座主要水库 它的排沙功能的这个建制 过去因为有些水库是比较老的设计 没有这个功能 那建制这个排沙功能要再花多少钱 几个主要水库就好了 目前在 北中南 是 你像石门也有 不过石门是比较不完备 是比较急救张的这个 或是过去的这个 这个发电 发电厂的这个 这个排水口 把它你要改造成这个排沙 诸如此类的 你们估计这样的话 对吧 有没有一个概念的估计 目前在 稳定南部供水条例里面 已经通过的 针对增纹跟南化水库 未来排沙道改善的工程 把这两座水库加强这样的功能 可能要花上一百多亿的经费 一百多亿啊 我觉得其实 如果一百多亿能够让一个水库 它的 受限能够延长个十年 是 以上 这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 现在的这个 这个干旱期 其实它就算蛮酷了 也只有六成七成的蓄 的蓄水量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 将来的环支部 我们决定要注意了 是 你们水库 因为你如果不靠排山 你靠 光是靠车辆 一车一车载啊 从深山里头的水库 这边载到平地 不管去卖或是做什么 都不合 都不合乎这个效益 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 我们去年一年 莫拉克之后 整个水库的清余 两千两百万里面 鹿蛙只占了七百万 换句话讲 一千五百万的泥沙 是要靠着排沙来做的 所以确实 未来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谢谢 OK 谢谢 接下来我请沈书长 沈书长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接下来 我想请问就是你的业务了 是 环保署定不定 这个空气悬浮为例的管制标准 浓度管制标准 我们管制标准是有 是两个 一个是环境空气品质标准 PM2.5吗 一个是管制标准 是排放标准 那么P2.5的环境空气品质标准 还没有定定 我们正在严定之中 因为这牵涉到我们自己国内 本土的健康影响的资料的一些分析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检测方法 跟国外标准方法的差异 那目前已经有 你能怎么能跟 如何跟这个国际的主要标准来接轨 这都很重要 就是第一个要在检测的方法上的一致性 因为像美国的标准都是用人工检测 那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测证都是自动检测 尤其过去比较少文文 比较少听文的 最近这个中国大陆的沙尘暴也比较多 那华报署只是说发布警告警告 可是问题是怎么 沙尘暴你也不能管制叫他不要暴了 但是重点是你怎么样子造成 有没有一个国人的行为 或者是他外出什么的一个标准 是所以您这个讲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跨境传输 就是从外面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站的多少比例 然后才能说很适当的说 我们自己的管制标准怎么定 你好比说国外有一个标准 可是我们差不多同样的量 是从外境进来的 那我自己的管制量怎么样做到 才能符合像国外一样的标准 所以这边就有牵涉到这方面 搞清楚之后 我才能真正定出适合我的标准 那你怎么样是有效率的 因为这个事情存在在那边 对 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已经是这样子两个部分 即使没有标准 对于这个PM2.5国内的产生源 我们已经在做管制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目 就是流氧化物 所以我们这么十几年 流氧化物的这个要求 一直降低 就像中油炼油厂 台硕的炼油厂 如何把流氧化物降低 我们降到现在 跟全世界的这个最低项油料的 含着10PBM 就是国际水准了 所以这部分就有助于 我们PM2.5的降低 而实际上也降低了 我们看这几年的PM2.5 是大幅降低的 是从PM2.5一直降低 微幅的降低2.5 那也使得我们 差不多这过去四年 我们估计 大概我们因此 全国平均的寿命 是延长了55天 如果是像国人 寿命因此而延长55天 可是不会感觉到 台湾的空气有比较好 有吗 事实上有 事实上没有感觉到而已 现在你看 我们看 你从崖明山看台北市 已经跟以前看崖明山 那你就告诉我说 你们会在 譬如说在将来的半年代 或将来环制部成立之后 的多久以内 还要继续努力 你们可以把这个管制标准定出来 我们预期是希望 起码在明年中以前 把这个标准 明年中以前 环境空气品 如果环制部明年一月成立 那在明年中以前 这个环境标准 我们现在积极的 把有关的资料 把它整合起来 好 谢谢署长 我们现在请卢嘉诚委员